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被指间接施压乌克兰官方 调查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家族涉嫌在当地的贪污行为 试图要打击拜登这名可能是特朗普要求寻求连任的蓝路虎 结果就引发了勾结外国势力 干预美国选举的嫌疑 那这一宗通污门的事件后来就被民主党借题发挥 在掌握多数优势的众议院 向特朗普发起了弹劾调查的动议 而昨天众议院更是通过表决 正式对特朗普展开公开弹劾的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自1998年 众议院弹劾时任总统克林顿的20年之后 再次启动了弹劾美国总统的程序 美国众议院在星期四 首次针对弹劾调查总统特朗普进行表决 议案以232票赞成 196票反对 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弹劾调查将从闭门取证转向公开听证 这也是为了捍卫国家的民主 投票结束过后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表示 整个弹劾调查的程序是非常不公正的 而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也等同于 让整个国家陷入噩梦中 随着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议案 要对总统特朗普展开弹劾调查 这位推着总统特朗普已经按捺不住 第一时间就发推文回向 认为有关的弹劾调查 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 而这一切都是民主党为了摧毁共和党 而搞出来的猎污行动 同时白宫发言人也表明 认为总统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甚至批评弹劾程序不公平 违反的宪法 这样做伤害了全体美国人民